那因為就是現在好像唯獨只有高端 第二類官員不用去排先打 可是像是AZ莫德納甚至BNT 第二類這些官員都可以優先施打 這看在民眾眼裡好像覺得很不公平 對國外來講 人家都是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譬如說紓困排除這個排富 比如說所得多少以下 現金發到戶頭裡去 既簡單又方便又實惠對不對 我們就要搞個幾倍券麻煩了要死 打疫苗人家也很簡單 第一類就是醫護人員優先打 因為他必須要保護自己的健康 然後保護我們的健康 其他就是基本上是按照年齡 大家都沒話講嘛 風險高的先打對不對 風險低的後打 我們就給他搞了 開始搞了11還12類 後來現在變成10類 每個類裡面還有 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之七 很複雜 然後尤其第二類 一直膨脹一直膨脹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人 因為這類覺得說我變成優先了 那一類就覺得說 那些人就說為什麼他可以優先 我不能優先 就開始吵 找立委 找議員 一吵然後去鬧 團體 公會 然後又把他放了優先 他優先為什麼他不優先 沒有完沒了 特別大官們越來越多 哪有多少大官員會 第一線接觸這個病毒啊 很少嘛 他們都假借這個名義都來了 所以那既然來了 那既然蔡英文都帶頭打高端 那你們這些大官員就打高端嘛 他也不打 什麼好他要挑什麼打 對不對 沒有AZ的時候他要挑AZ 後來有的莫德納挑挑莫德納 現在有BNT要挑BNT 怎麼好事都是你們呢 為什麼一般小老百姓都輪不到呢 當然大家不服氣 叫不平則民嘛 到底就很簡單 羅志強也有提到說 為什麼高端不是第二類先打 可是其他的疫苗都是依序下來 然後變成說好像第二類都拿 那個醫護人員跟這些機場檢疫的人員 當那個防護 當藉口啊 當一個cover 我們因為第二類是醫護人員 其他人混在裡面 講的沒錯啊 羅志強、徐曉星講的沒錯 既然我講 既然高端那麼好 蔡英文都帶頭打了 你們這些大官 就應該打高端嘛 那為什麼不打呢 不是很奇怪嗎 為什麼要搶莫德納 或者搶BNT打呢 沒有道理啊 越大的官應該越打國產才對啊 愛台灣不是打高端嗎 為什麼你們不打呢 你們愛台灣嗎 不愛台灣嗎 到底怎麼回事呢